會跟立法院來協商 那我現在請教院長 是誰決定宣布的形式 要用半夜新聞稿的形式來宣示 不用正常的記者會公告國人 讓輿論讓媒體讓民意代表 能夠好好的了解 能夠問個清楚 是誰決定要用半夜新聞稿的形式 是新聞局決定的嗎 是發言人決定的嗎 還是總統府決定的 是馬英九決定的嗎 是誰決定的 這個決策是誰做的 給我這個機會說明這個事情 我昨天在行政院 跟行政院記者也特別說明過 因為那天我們 已經有這樣一個方向 嚴謹出來以後 但是以行政院立場 我們一定要跟國民黨的 這個黨團做一個說明 所以那天中午和晚上 分別在這個 這個中央黨部 都有做一根委員做一些說明 那國民黨秘書長 跟委員做說明那個會議 是開的比較晚一點 結束的時候已經八九點了 那我們參與同仁回來以後 我們再調整的新聞稿 那個內容實際上已經時間很晚了 那在十點多的時候 如果再去開記者會的話 對記者來講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我們先發了新聞稿 然後準備第二天到立法院 這個院會質詢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做個說明 但是第二天沒有開程 所以這個時間點是因為 跟國民黨的溝通的結果 決議要在半夜發新聞稿的形式 來做宣布嗎 這個是國民黨中央黨部決定的嗎 不是 因為國民黨中央黨部 在國民黨中央黨部 都聽國委員報告 這個方向以後 我們回來同仁 我們再調整內容的時候 那我現在很擔心 院長 以後 我們行政部門的決策 都要去國民黨中央黨部商量完出來 晚上再發新聞稿來做宣示嗎 我想 應該 理論上應該是行政院會裡面 跨部會大家討論後做宣布啊 怎麼會是跑到國民黨中央黨部開完會之後 決策下以後都是國民黨要做決定嗎 還是行政院做決定 跟校委員報告 當然是我們行政院內部有討論過 但是在政黨政治運作之下 我們當然跟國民黨中央黨部做一個說明 不是 這個事情真的是再次的 嚴重的影響到 你們所謂的安心內閣的誠信啊 反而是讓人民更不安心啊 用半夜發新聞稿的方式 我真的很擔心 以後你們的決策都是這樣子 到國民黨中央黨部開完會 然後晚上喬事情 喬完了之後 用發新聞稿的方式 以後會這樣子嗎 以後的決策模式還是這樣子嗎 以後重大政策 攸關人民健康的重大政策 還是會繼續用這樣的形式來進行嗎 不是 小委員你做太多的假設 我現在是在問你 我不是在假設 我問你以後還會不會用這樣的方式 來做重大的政策宣布 就是晚上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敲事情完了 發新聞稿 由行政院發新聞稿來做宣示 還會這樣子嗎 不是 這一次是因為開會開完以後 時間拖完了 所以 最後 不方便 所以院長以後不會再這樣子了嗎 可以保證以後不再這樣子了嗎 還是說以後還有可能會再這樣 國民黨和喬完事情出來宣布 但是